各位老師,我們現在就進到簡報第十一頁的光明電阻 那光明電阻呢,其實生活裡面應用很多 像小夜燈、路燈那些都有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光明電阻呢,這個部分其實如果以Smart來講 已經內建在它裡面,就是右上角這一顆 右上角這一顆 所以你也不用怎麼樣,也不用再接了 我們就可以馬上用 那我們家的這個呢,飲水機 在這裡 你看,我們家的飲水機也有一顆 有沒有 所以這樣就叫省電企機 哈哈哈哈 這個是真的啦 為什麼,因為其實像我們生活裡面 家裡面、學校裡面最耗電的 除了冷氣、電腦以外 再來就是誰?飲水機嘛 冰箱對不對,這些都是持續插電的啊 所以那個飲水機很多 現在學校不是都有所謂的環控嗎? 飲水機是重點的項目之一啊 因為晚上的時候不需要煮熱嘛 所以它就是利用光線的強弱 光比較亮的時候 辦公室電燈有開 或外面環境比較亮 我就維持那個溫度 對不對? 那等到光線比較暗的 晚上或者是 這個 沒有人在辦公室的時候 我就怎麼樣 溫度就降低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省電 對不對? 當然不開 更可以省電嘛 哈哈哈哈 所以就變成像這樣 所以有的 它會用什麼定時開關啊 也是這樣的概念 那我們現在呢 最重要就是說 你要知道 它 這個偵測 原件它能夠傳回的數值是什麼 那麼 以 我們現在這個上面的這個來講 它 傳回的數字就是0到1之間 好 它就會偵測0到1之間 0是完全沒有光線 1是最亮 1是最亮 所以呢 它的角位 是接在A0 但是你看一下我們開發版 有沒有一個叫A0 好像沒有一個角位叫A0對不對 只有一個長得跟它最像的叫AD 這樣了解 哈哈 所以呢其實 我們板子上面 接的是AD 但是在積木裡面用的角位是A0 這個我有問過官方 他說這兩個 因為D跟0長得很像 哈哈哈哈 所以說 就變這樣 所以這個是 因為其實如果你是Arduino的 它也叫A0123456吧 嘿 如果老師你有看過那Arduino板子 所以它上面它是寫AD 好 那現在呢 您知道怎麼接了之後 我們就來看看它在哪裡 您進到體驗版 一樣 這次我們認真一點 好不好 自己寫一下嘛 因為LED我們上次用過 所以直接叫進來 你把下面這個先丟掉就好 下面這個 如果你捨不得丟 沒關係 你就按右鍵 對不對 是不是可以停用 但是這樣停用 是一次停一個 你要停四次 所以怎麼辦 就隨便找一個 可以包住它的 然後把外面這個停用 這樣是不是就一起停用了 就是你停最外面那個裡面 就會跟著停啊 這樣了解 好 你要丟不丟都沒關係 好 好那我們 一個原則 還是一樣 有硬體 先接 所以我們剛剛 LD先留著 LD先留 那我們的 光明電阻在哪裡 在環境偵測裡面 因為它要偵測環境的 有沒有看到叫光明可變電阻 就是這一個 你把它按下去 你看最上面 我們所有積木的規則都一樣 最上面都是角位 所以你就按著它丟出來 丟出來 放上面 放下面 但是角位在哪裡 是不是A0 角位要用A0 因為它已經燒在板子上就固定了 這樣就好了 那麼我們現在右手邊呢 右手邊就沒有辦法用燈泡 我們來換一下 因為我們要先把那個數字顯示出來 所以我就換成 互動方式 就是這個燒背的互動方式 換成顯示文字就好 好顯示文字 好現在呢 我們就要來偵測一下 怎麼樣偵測 你看 一樣光明就通通找光明 在這邊的光明 有沒有一個叫開始偵測 左手邊 光明裡面的第二顆 積木 開始偵測 你就把它按著拉出來 好我要開始偵測了 那偵測了之後就會得到數據 可是呢 因為我要顯示在哪裡 是不是要顯示在右手邊 控制這一塊的積木要找哪裡 是不是找找找找 找到左下角 這個叫顯示文字 有沒有 你只要是要想要出現在所謂的網頁互動區 不要懷疑 一定要找 左下角最下面這個 那麼如果你的燒背連開都沒開 這個積木是不會顯示出來的 這樣了解了齁 好 所以我們找這邊有一個叫顯示 你看顯示 就不會丟出來 當然你的那個大小 顏色 你可以自己來這邊改 好自己可以修改 我現在先不修改 好你看喔 我要顯示 顯示哪一個呢 偵測到的數值 就光明電阻裡面偵測到的數值 丟出來 這樣就好 欸我跟各位講一下 你們上次 上禮拜在玩那個LED燈的時候 執行不是有人有發現 下面有一顆燈泡嗎 模擬器啊 那個就是在模擬這個啊 模擬我們的光線 所以如果您覺得說 小朋友還不是很熟悉 你想讓他先玩玩看 光明電阻的感覺 你可以在模擬器先玩 完了 那就拉動那個去 就可以代表光線的亮跟弱 好 那我們現在這個是完整的 所以現在好了 您就執行看看 您就會看到 有沒有看到現在偵測到的數字了 很長很長 但是 他所偵測到的就是0到1之間 那您可以從這邊喔 老師你的手機要用拿出來 好手電筒拿出來啊 現在看不出來 我現在只有0.2嘛 我只會把它遮住 有沒有越來越低 知道0.0幾的 那你的手電筒 打開 好 你有了 謝謝謝謝 靠近它 最亮有沒有到1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先測試一下 你就知道 到底你的光明有沒有準確 謝謝謝謝 這樣OK嗎 先試試看 現在老師也體驗到它那個數值了 那麼現在那個數字很長 我們來把它縮短一點 我們可以用四捨五路 好我先把程式先停止 那四捨五路的話 老師要留意一下喔 有兩個地方有四捨五路 因為程式本身基本功能的數學式也有四捨五路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四捨五路 但是這裡的數學式裡面四捨五沒有小數點 也就是說如果你用了這個 我們剛剛是不是0到1之間 所以你經過四捨五路之後不是0就是1 所以這個不適合 那怎麼辦 您找另外一個 進階功能裡面的數值轉換就在這裡 好進階功能 進階功能裡面數值轉換 會有兩個 我們等一下會用到兩個 一個就是四捨五路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多一個小數點 好 第二個 老師 我們用地圖的時候不是有一個叫比例詞嗎 尺度短換就是等同比例詞 因為平常我們在看到譬如說氣象報告 他會告訴你降雨機率多少對不對 紫外線指數是不是0到100 降雨機率也是0到100 所以我可以把現在的0到1 是把它放大成0到100 這樣你在看的時候就是正數的 好所以我們等一下會用到這樣 那怎麼用呢 你看找到進階功能數值轉換 我把四捨五路先丟進來 丟到哪裡 顯示的前面 這應該說顯示的後面 放進來 也就是說我現在把我真測到的數值 直接小數點 看你要指定幾位數 假設我指定兩位數 那 這樣 測試一下 有沒有只剩兩位數了 對不對 這樣子是不是就變兩位數了 看你要留幾位數 那現在呢 我把它解短 可是還是小數 對不對 所以我再多做一件事情 把它做所謂的尺度轉換 一樣在進階功能裡面的數值轉換 第二個 第二個 把它丟進來 也就是現在這個好的 我再把它變成這樣 這樣 剛剛的0.12 0.13 0.20 把它原本是0.幾的 是轉換成0到100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我們就再探一下囉 探一下 有沒有發現現在數字都變正了 這樣是不是看起來覺得比較 跟生活裡面的比較相關 對不對 當然如果你覺得還要 變加一個百分比 請不行不行 可以嗎 可以 但是那就要用自串喔 因為這個數字再加一個百分比 百分比是固定的嘛 對不對 它不用變的 所以你也可以用自串再把它串起來 好 再把它串起來 我做一下給你看 老師可以做參考 這個算簡報上沒有 但是如果說您覺得有需要 你看自串就是一般寫成字的基本功能喔 您找左手邊這邊喔 基本功能 有一個文字 文字就會屬於自串的功能 你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要建立自串 它就可以把幾個 不管是數字還是文字加在一起 好加在一起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拿出來 顯示的時候呢 我要用這個 好拉出來顯示 好我要這個 再加上一個什麼 是不是再加上一個百分比 在下面這裡 哇 它再加上一個百分比 但是這個百分比是不是要自己打 對不對 所以呢 它也是文字喔 你看 基本功能 文字有沒有一個空的自串 第二個 文字裡面第二個 我就可以把它放在這邊 再加上一個百分比 OK 那我們就實際來執行看看喔 這樣子的話 有沒有百分之多少 這樣是不是就進來了 這樣 這樣老師OK嗎 好就看你覺得說有沒有需要顯示啊 沒有需要顯示其實 剛剛那樣子轉換之後也OK 好 那如果您還要特別寫 現在光線亮度 你可以再加一個自串 就從這邊 你看這裡 因為現在預設是不是有兩個 老師 我們上次有沒有用過這個 齒輪 如果怎樣就怎樣 好像還沒 但是沒關係 你看喔 按一下齒輪 如果您覺得這個不夠 你就再加一個 加在上面 有沒有上面多一個了 看你加上面還加 下面還加中間 好那我加完了 記得齒輪再按一下 就齒輪按一下 你可以再加進來 有沒有 好那如果這個不要 你可以把它丟回來 比如說我不用那麼多個 這個我按Delete也可以 或者從最下面再拉回來 這樣也可以 好那用完了齒輪我再按一下 現在我就拿下面這個 喔 複製就好了 來 比如說現在光線亮度 反正這都是固定的齁 點兩下 OK 現在我們執行看看 有沒有這樣就有一個固定文字進來了 對不對 前面跟後面都是固定文字 只有中間是怎麼樣 偵測的數值 那字太大太小 你就可以再設定一下 這樣基本的光明 老師這樣都會用了吧 OK